出现入市信号 应该买哪只优质股 富昌证券 升级股评仁 日日醒你选股贴士 还会教你食尽大浪 做你自取美股 立刻下载富昌股康通手机 开户立本 华金二 各位早晨 如果有买美股的朋友 应该到高兴 因为昨晚美股又创了新高 道指反复一点 最后收断0.1% 但纳指和标普500 盘中和收市位计创了历史新高 继续是非常强 所以很多股份大大小小都有 其实指数那么强 如果说这一期 甚至是大的科技股 其实都非常强 几只 应该除了Amazon之外 其实另外那几只 都是在创新高的历程里 全日纳指和S&P500 纳指最强 升0.9% S&P500升0.4% 很多版块都是做好保障 包括社交媒体 在线教育 甚至一些激光雷达概念的版块 即是航天概念的版块 有些比较明显大的波幅 当中苹果是收升3% 市值也突破2.5万亿美元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基本上 有些人会说 什么时候买都可以 不用买 当然这些做法 就不可以用到所有的股票上 这些是比较可以 虽然我都很少会这样做 但如果你是这一类的做法 就要更加简单的时候 更加严密一点 中概股那边 现在都 很多时候大波动 其实中概股 是在去年年尾到今年年头 市最劲的时候 就是最热炒的 那些富途 你很狠狠的 已经有 很快已经赚到几成了 但跌起来也挺严重 很多已经进入了暴跌行列 昨天 因为他们大跌里面 有时很大的升幅 高途 新东方就升超过12% 网易跌超过3% 一度跌8% 比利跌超过1% 昨晚腾讯的ADR也跌1% 现在 科网平台方面 继续有监管消息 包括国家新闻出版署 发了一个 关于进一步 严格管理 设施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近期有很多做法 就是想禁止人去圈奋 玩游戏方面 也有时间的限制 越来越严谨 绿绿绿 其实在不同方面 都 譬如美团 美团出了业职 也涉及了 他有一宗 冒败那边的拼购 有被查 很多这些消息 每天都 逐单少少少少的 渗变 但 其实今早 我出门的时候 家人都说 今天市场应该又要跌 又出监管招 越打就越大力 但其实昨天已经是 昨天已经见到 这些公司的股价 已经挨打 打惯了 就没有很大的反应 已经在 可以说是躺平了 现在他们 例如你看回 比较权重一点 就是腾讯 其实他当然 不可以说强起来 而且就算他整固完 都不代表一定可以站稳 因为3至6月 当时 已经整个区间 其实都是破了 现在其实都是进入了 区间里面 大约就在421至491 这七十元左右的区间 之前其实都是大约这样 这个横行一破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很急跌的开始 现在可以说进入这个阶段 进入完整固完这个阶段 就是大手阶段的时候 来到这些位置 因为要沽的 很多都沽了 大家已经没有再继续沽下去 成交都小了 然后也都 当然继续是有入又出 但是那个力度已经不大 沽的力度也不大 然后你说有些资金买上 力度也不大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就在 躺平 几只都是 3690微团也是 今天就出了业绩 另外9988 9988就算是未躺平 因为他还在一个 就是他未出到一个横行整固 出到一个横行整固 才是第一步有 很少少可能见底的情况 因为之前也是 他们整班前三至七月 有出现了一个横行 都会很多会估见底 或者拼见底 有时就看回你自己 你拼完你是打算分住再闹 还是你拼不到就走了 起码腾讯有出现这个状况 至于就出了 刚刚出了业绩的美团 美团方面的业绩其实 不算是很大的一个 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其实今天都有几份的 几间公司的业绩出了 大部分其实就不是说太 太过非常之大惊喜 其实他呢 今天都高开到的 第二季营收就同比增长77% 算是胜预期 但也都有 说回这个 也有回应一下监管方面的情况 都继续是会有机会有一些影响 另外就是 今天也都有一单消息 就是关于他的 他的 膜拜那里也涉及被查 因为市场监管总局 就加大对共享消费领域的监管力度 对美团收购 他就用膜拜未依法申报 就展开了一个调查 不过他现在应该是看239 如果看他跟腾讯 那个比较相近的走势 就是开始在整固 看239 有没有机会可以突破到上去 如果在这些位置又破不了上去 那就小心一点 239是收市算 其实5月底是244 你当齐头 其实就差不多 这里可以有个分界 大约是药膜24座 大市的话 今天也是没什么特别很大的波动 轻微低开 低开15点 都继续是 因为 之前就说 如果美股那边要 其实你说 开始缩减买债 逐步来 其实对于市场就不是很差 只不过是会不会有一些借势调整 如果美股 甚至来有一些借势调整 对港股就会更加差 美股就 非常之强 所以港股就暂时不用倒下去 就暂时在横行着 就没什么特别大波动 其实大指数上的话 这几天 反而其实都挺多二动 刚才看过 腾讯那些就算是已经 没有那么大反应了 其实已经 现在都是跌1%的 另外其他的股份就 不是太过很大波动 那我们就去过广告 稍后回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现在的指数开出之后 跌幅阔阔 跌幅阔阔 跌幅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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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指数 虽然跌 跌幅阔 但前日又跌下百多点 今天又跌下百多点 暂时都 仍在一个 这个贼幅 的徘徊里面 看下大家的留言 其实 CAMK说 1919 知道怎样看 SCFI 就是上海的 航运指数 由創新高 13至15元有货 怎样部署 KIM就说 1919回价 什么位买 现在跌3% 报14.66 昨天出了业绩 其实有几间公司 昨天出业绩前 去到一些很边缘的位 中研海控 上半年营收 1392亿同比增长88% 净利润370.98亿同比增长 3162% 其实这个整个业绩 基本上 就大致上是 符合盈起的预期 盈起的预期 亦都看到里面 第二季的增长是放缩了 而当时他派完红股 就是6月底 派完红股之后 出了一个盈起 盈起也都看到 第二季的增长放缩了 因为第一季 按年增长52倍 基数比较高 这里整顾完 现在出来 其实算是符合预期的 就是业绩 不算是好 不算是很特别惊喜的 但当然是好 而且你说提到 相关的航运指数 其实很多都是做好 13至15.5元有货 昨天 其实他要看12.12元 15.12元 其实昨天是收到突破的 因为昨天收到15.18元 今天开市都是突破的 开15.26元 但之后就有了一些 博业绩的沽压 因为有少部分会影响到短期的波动 所以这里 最好今天收市 就可以上到15.12元 有货的就会比较放心 如果能站上去 就算站不到 其实你应该放的 第一关的一个 止蚀止赚位 应该就在13.2元 这里 这阵 昨天 是不是昨天说 他这个位 他只要站得到这里 其实就是在做一个 T-Cup with Fando 昨天 有观众留言说 看你怎样去 说那个名字 但这里其实是一个突破 所以今天 如果收到15.1元以上 就OK的了 至于阿Kin 回到什么位买 你看定点 就不观望 如果他真的站得稳 低位有承接 缩回 足身缩回 看到下影线 最好站稳 15.12元 这样就先去买 我先看半天 起码就 阿芯就说 489 高位有货的 9.3元有货 上到什么位 虽然我没有选择 但始终整个板块做好 出卖业绩都有刺激 开始炒上来 因为刚才你所说的位置 已经有半年里面看不到 要看个月线图 其实月线图 你见到 它 月线图的阻力 应该是7.92元 其实也已经突破了 所以其实走势是好 已经开始有个转好 这些见底回升款 再上 如果你只看这个图 其实参考的位置 就去到10.1元 你先看 因为上面都应该比较多 未到这么快 10.1元 住的 这里 9.3元 差不多你那个 就是你那个的买入价 现在有机会的 有机会你可以先拿着 但是你说这几天 冲成这样 有机会回回 就不出奇 因为非常之超买了 Alua 1024 开红好不好 我就不知道它有没有红 如果PUT的话 就未必很划 因为它的波幅很大 其实快手本身的股价 所以引伸波幅很高 随便按了一只 这个已经引伸波幅去到 167% 100%已经很高 167%更加之高 其实我觉得5、6、6、60 已经很高 它日价还要10% 就不太划算 有没有红呢 我就不太觉得 你看看是否有红 而且它这里始终这两天 是在抽上 阻力看83 你或许你是拼它 升不穿 85.5毫半做止损 不过 未必这样 你真的看到它掉头 才比较好 否则它真的夹了上去 白狼说 SE这几天整天高位 一天打回来 之前发加息影响科技股 现在踢股强 是否未需要考虑减 原本打算高位放少少 趁它跌再加 有时也会 不过有时太强 一放了就 减后没什么机会加 或者 或者有些没那么强 减后加 减后加 可能 纯粹可能省到少少差价 但它一下了来 又未必立刻上去 这里我觉得暂时 高位放少 你就要想吃尽 它每一个小波幅 这件事就比较 比较高难度 你说现在 昨天都是创新高 但它又未去到 很超卖的情况 我想如果你真的想这样做 你等它真的升到超级爆 你才说去减减 不过我觉得 其实就不用都可以了 其实就抓住它都可以了 如果你说看下边有什么位置 大约在285左右 如果最近看日支持 中间你说如果再动下 再回下 再弹下 那些正常的小波幅 其实都不用太过来 都是拿着它就可以了 接着JT说 135和2331 好不好买呢 135 昨天也有问过 都可以的 但就略嫌这几天 就是它V弹 这几天升得急些 略嫌 所以就有个危险 就是会不会充得劲 要回一回 你这里可以放7.09 做止蝕位 上网就齐头关先 8元 接着9元 接着李宁 李宁也是在板块里面 就不是每个都可以破到顶的 李宁现在来说 就最强的一只 这个都可以了 它又未至于说升得太急 虽然我就未必会说去选这两只 但是你现在都是一些走势都向好 你如果想放近一点的指示位 可以放89.2 接着都继续看破顶 现在看新高先 105元 因为它的历史高位是 25.7元 买了175元 25元 25.7元 买了 上网和指示 现在是26.95元 赚着少少 这里第一关 27.2元 这里还未站稳 站稳27.2元 可以说是一个启动 那你就看着27.2元 这里是否可以突破 上网就第一关 这里先 然后指示就放在24.9元 其实就因为你正好买 所以都继续是差不多位 所以暂时上网和指示都很近 38.6元 JT说38.6元 没有货的 那什么时候是好的买入时候呢 其实这一只 它也是有牌式不错 有三厘 如果你要打算比较长渣的话 其实就可以的 你甚至说现在想先入一注都可以 但如果你说 怎样才是有动力呢 要站稳4.8元 收才是OK的 暂时就在这里整固 未正式突破都上去的 如果你说想强一点 那就要先站稳4.8元 到时那个指示位就很明显 你看到部署可以很清晰 就在4.5元 一做指示位 Joy说2333高追了 昨天出了业绩 36.3高追了 支持位在哪 36.3高追了 昨天美市就下了一些 算是近昨天高位 但都OK了 因为这里就看着 35.2元 今天如果站得稳 已经是 因为这里有几个顶 这里下降轨下来 然后这里有几个顶 这里已经是突破了 这里其实昨天突破了 今天站稳就更加之好 所以其实是OK的 你说支持位 就是31.15元 我们就看着这个位去部署 这个31.15元 全部有货都是这样看 这个31.15元 如果收穿 所以就适而減一減 如果这桌不穿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破顶 昨天时有个好业绩大洞 突破了刚才说的第一个位置 34.5 都向好极下 Judy说9161752600 选哪两只好 三简二 看看 916 昨天都有看过有问过 因為昨天單日升十幾%就不追 今天可以說是休息一下 先觀望一下它會休息一下 因為之前都是一天大升完大陽足完 會慢慢陰下下來 你先等它下降 至於175 175剛才也是 好像好了一點 看著27.2 站穩27.2才買 站穩27.2收才買 到時就看8月的高位 2600 都可以等下 一隻等回一隻等突破站穩 2600也是等回 因為昨天衝得厲害 沖完這裏看怕都要下一點 才繼續再上 幾隻都可以等一等先 Cindy有6690的35.8有貨 這裏開始上一些好跌 你家鄉就未看到那麼遠 你現在第一關 30.15元 如果今天收到30.15元 才再再看上去 即是逐步去看上去 如果站到30.15元就有些轉機 2333 現價入值不值 不過 我試跌跌百多點 2333 先看半日 如果 如果半日站穩34.5元才入 但你真是 其實它是創在歷史新高的歷程之中 不過 只是小心會不會高位度有沽壓 這個位置很明顯 31.15元 是現在的一個最近的下面的支持 因為 這隻其實一直都看好 只不過是 如果 你開始的沽壓明顯 好像 年頭的情況 如果你一直坐著 你就要承受 三成以上的帳面虧損 就看你願不願意去承受 和跟它等 你等完 其實最後 現在是回上去 再創新高 但中間 你的帳面就會蝕 看看你需要不需要避 這件事 如果是要去避 這件事 其實你就真的看著 31.11元的部署 如果現在買的話 都是 你看看半日 是不是站穩34.5元 我看就應該可以的 1799上網 1799上網 它破到 因為 最近 都 不是說 在21.3元 突破不了上去 差不多還未突破到 正式突破到上去 你突破到上去 現在就看 今日看看 是否可以收到22以上 如果收到突破22以上 其實又突破到 差不多半年的高位 再上就可以看24.5元 這邊的止切位 就放16.24元 好 就 現在呢 講講一下 市場跌幅 那個跌幅 都擴闊了 現在就是跌 163點 163點 至25369點 應該都主要是有 騰訊 騰訊拖累 跌2% 平保就跌3% 嘩 即是剛才的中原海控 現在跌幅 是狂闊了 都跌4% 即是現在就寄望 它收市 可否上回15.12元 那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裡 一會兒 中午11點45分 再跟大家看市 拜拜